不出意外的话,长生生物下一个交易日将继续跌停,股价将跌至10.57元,如果再连续两个跌停,股价为8.56元。 这意味着在本周,长生生物的控股股东张明豪即将爆仓,腾讯新闻一线作者乌川,7月24月开盘,长生生物并没有出人意外,继续跌停,截至发稿报收11.75元,8.9亿元资金绝望的在跌停板等待就收。 23月晚间,东方基金公告抽,自2018年7月23日起,对旗下基金持有的长生生物价格进行调整,下调至3.96元,与其2017年的每股净资产相当,与目前的跌停价相比,意味着还有10个跌停板。 根据长生生物,2018年中报,东方基金持有10万股,目前市值为117万元,义方达基金持有33万股,目前市值为387万元,相较于基金上亿的产品规模而言,对于其净值影响不大。 截至7月10日,长生生物的股东总户数为24817户,目前而言,比他们更为焦虑,应该是新业证券。 7月23日股间,长生生物公告称,公司控股股东张明豪将其持有的7336.24万股股份进行补充质押,指权人为新业证券。 自7月16日,长生生物股价连续跌停,一般而言,追加补充质押有两种情况,一是突破预警线,二是智权报认为,公司基本面有重大变动,需要追加补充质押,以免包仓。 一位操作股权质押的人士分析道,如果股价继续下跌,导致质押爆仓,新业证券有权在其无法追加补充质押,保证金的情况下平仓。 但23日晚间,神交所发布公告称,一对长生生物大股东,董建高所持有的股份,进行限售处理。 这意味着,高俊芳、张友葵、张明豪、一家三口,所组成的一致行动人,都不减持股票,即便是质押机构也无法平仓卖出。 张明豪是长生生物实控人高俊芳之子,与高俊芳、张友葵、高俊芳丈夫为公司一致行动人,三人合计持有公司近3.57亿股,占公司股本的36.66%。 其中,张明豪持有长生生物,约1.74亿股股份,累计质押近1.67亿股,占公司股本币17.14%,占其持股比例为95.86%,除去上述刚刚补充质押的7336.245万,目前尚未解压的质押中,他曾分三笔质押给新业证券总计9350万股, 质押截止日为2019年4月份,其中,2017年4月24日,质押1860万股,2017年5月17日,质押7490万股。 按照建议交易日收盘价,与20月均价属低的质押基准价计算,4月24日,其20日均价为16.5元,建议交易日收盘价,卧17.27元,因此质押基准价为16.5元,5月16日收盘价为16.33元,20日均价为17.1元。 因此,5月17日,质押基准价为16.33元,由于其质押的为限售股,按照券商对于质押式回购的折扣率,一般限售股的折扣率是35%到40%,预警线是160%,平衡线是140%。 当然,折扣率,预警线都是可以互相协商的,可以测算,其第一笔质押的放款价是5.77元到6.6元之间,实际融资额为10732万元到12276万元,预警线是9.23到10.56元,平仓线是8.07到9.24元。 第二笔质押的放款价为5.71到6.5元之间,融资额为42767万元到48685万元,预警线是9.13到10.4元,平仓线是7.9元到9.1元。 不出意外的话,长生生物下一个交易日将继续跌停,股价将跌至10.57元,如果再连续两个跌停,股价为8.56元。 这意味着在本周,长生生物的控股股东张明豪即将爆仓,但其追加的补充质押,是张明豪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上述人士表示,补充质押是,为了将履约保证比例控制,高于质押预警线,履约保证比例的算法,被质押务市值时期融资金额,按照7月24月的股价,其质押物总市值为19.62亿元,实际融资金额为5.2亿元到6亿元之间,由于其只剩下700万股没有质押, 忽略不计的话,那么他追加补充质押之后的预警价格为4.98元到5.74元,按照24月跌停下,7个跌停后,股价为5.6元,9个跌停就是4.54元,如果股价跌入预警价格区间,他不补充保证金,提高领约保证比例的话,那么新益证券就将接受这些限售股。 他说,补充了保证金是补兴质押物总市值理念,新益证券的退路,只有等他的解金股,到期在二级市场卖出,或者走大宗交易找到接盘方,或者找资产管理公司寻找解决途径,按照东方基金的3.96元估值,新益证券在该笔质押上付亏接近3亿元。 ZM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字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